2月8號 18歲的中美混血女將古艾玲 在自由式滑雪大跳臺比賽中 拿到了中國在本屆冬奧會上的 首枚女子雪上項目金牌 賽前 古艾玲就接受了中共最高反腐監督機構 中紀委的專訪 報導內容反覆強調 她心向祖國 不忘根的愛國情懷 賽後 體育總局立即發出賀信 期待古艾玲和其他運動員再接再厲 為黨和人民爭取更大光榮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也同時賀電 稱她的奪冠激勵全市人民 副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北京篇章 對於古艾玲在加州出生長大 接受一流的滑雪培訓 長期代表美國獲得多次國際比賽冠軍等背景 中共則閉口不提 古艾玲2019年6月 在國際華選聯合會更改國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後 開始代表中國參賽 雖然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記錄 沒有證據表明她已經放棄了美國國籍 古艾玲也一直迴避外界對於她國籍的質問 外界認為 古艾玲規劃奪金 被中共當成了政治宣傳工具 中紀委專訪 體育總局和北京市委的核心 就是最好的印證 旅澳法學家袁洪斌表示 北京不只將古艾玲樹立成新型運動員代表 事實上整個冬奧都是中共為掩蓋內外交困的處境 給自己貼金的政治秀 上街冬奧會上 中共代表團只獲得了1枚金牌 招募海外規劃兵團被官方認為是迅速提高成績的策略 華盛頓郵報9號發文說 中共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依靠規劃運動員 參加之前難以贏得獎牌的項目 首度亮相東奧的中國男子冰球隊 規劃球員就多達19名 女子冰球也招募了13名規劃球員 不少人長著混血 甚至是西方面孔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約翰·麥克格里昂撰文表示 成為另一個國家的規劃公民本身並沒有錯 但一個國家的冰球隊近三分之二都是規劃球員時 就有必要質疑 中共是否在利用外國人才提升形象 靠欺騙手段來獲得奧運會榮耀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指出 很多冬奧冰雪項目在中國並沒有任何基礎 中共為了拿出成績 增加民眾對專制集權的認同感 只能走規劃捷徑 這些規劃運動員也面臨贏則自己人 輸則成外人的尷尬處境 甚至成為民粹主義的受害者 和谷愛玲背景相似的華冰選手朱毅 就因為兩度食物 淚灑賽場 被網民口誅比伐 有人嘲笑他 丟人丟到家 還有人批評他 在談愛國之前先學好中文 加拿大出生的女子冰球隊守門員周佳英表示 在2月6號的賽後媒體會上 他被禁止用英文回答記者問題 為中國男子冰球隊效力的史密斯 向ESPN透露 中共為了拉攏他入隊參加冬奧 明確表示不強求他放棄美國公民身份 有不少分析指 中共為了金牌 有意打開國籍法漏洞 收攬海外體育人才 賦予他們雙重國籍特權